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是不是也想劝我冷静冷静 不用了 自从结婚以来 为了这个家 我一个人打两份工 每天都在公司里忙到深夜才能回家 结果大到房贷 车贷 小到水费 电费 所有的账单 都是我一个人在撑着 他也不是没赚到钱 只是钱都自己一个人花了 把养家的责任都丢给了我 我真的累了 过日子最忌讳的就是自私 人之所以结婚 本就是因为人生不易 需要找一个人同舟共计 当两个人决定组建起一个家庭的时候 就对彼此有了责任和义务 但凡有一个人只顾及自己的利益 对对方承受的压力 和苦楚冷眼旁观 长此以往在坚固的家庭也会生出嫌隙 十年修得同传度 百年修得共枕棉 能走进婚姻的两个人 不知道上辈子修了多少德性才能够遇到彼此 可是有人却打着独立的名义和爱的口号 私下里自私自利 伤了伴侣的心 傲慢与偏见里有这样一句话 只考虑金钱的婚姻是荒谬的 不考虑金钱的婚姻是愚蠢的 这些年 年纪越长 就越觉得不谈钱的婚姻是靠不住的 因为对方每多一次不买单 自己肩上养家的担子就中一分 心里对婚姻的愿意也多一分 更因为自己每多付一次账单 就越明白 成年人的婚姻里 谈情容易 生活不易 好的感情一定建立在彼此不遮掩 不回避的基础上 唯有物质上共担重任 才能在婚姻里并肩前行 但真正能够长久的婚姻 既要同甘也需共苦 婚姻不是一个人的事 家庭也不是一个人的责任 任何一方的缺席或自私自利 都换不来一段婚姻的幸福美满 也撑不起两个人的安稳未来 人之所以结婚 本就是因为人生不易 需要找一个人同舟共计 夫妻之间 唯有彼此理解 互相兜底 才能让感情更加牢固 家庭保持温暖 二、和谐的夫妻 坦诚相待 意气管钱 有项调查研究表明 每周至少谈一次前的伴侣中 百分之七十八都感到幸福 而几个月才谈一次前的伴侣中 感到幸福的只有百分之五十 夫妻之间坦诚的谈论金钱 有助于彼此关系的和谐 钱品如人品 如果两个人疼惜彼此 做好了长久生活的打算 自然愿意为你花钱 也不计较谁来管钱 钱学森和蒋英作为一对风雨共济的夫妻 俩人也从不忌讳谈钱 2001年10月 钱老辈授予了一项杰出奖励 并有奖金 港币一百万元 他因行动不便 不能亲自前往 就委托了妻子蒋英和儿子前去领奖 临行前 钱学森看着穿戴得体的妻子 忽然问你去领钱 蒋英说嗯我去领钱 钱学森笑了 说钱归你奖归我 蒋英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 说蒋当然归你了 钱老又笑着强调了一边 妻子才明白过来 她说的不是奖杯的奖 而是蒋英的奖 妻子略作思考道 那咱们说好了 你要奖 我要钱 说吧 两人都会议的笑了 短短几句 透露了他们相濡以沫的一生长情 1950年 钱学森被美国拘留 正是妻子为她四处奔走呼吁 才筹集了高额保释金 把她保释出来 当钱学森没有收入的时候 这位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家闺秀 也开始亲自收拾家里 把小家弄得干干净净 温暖有佳 很认同情感专家图类的一句话 夫妻是一种深厚的缘分 这场缘分是从两个人相爱开始 直到一个人去世结束 婚姻不是一个人的战场 而是两个人彼此一微的港湾 坦诚地谈论金钱 是基于伴侣最基本的尊重 一个家庭最好的模样 就是让另一半感受到 我的世界现在有你 不分彼此 我的未来也将有你 不离不弃 夫妻的财务计划 一书的作者埃及安 伯格认为 绝大多数夫妻 都有对待金钱的困惑 但是他们面对困惑的办法 却是什么都不做 这是一种很严重的错误 想在财务上不伤感情 就要彼此沟通得当 达到目标一致 开诚不公 交流对金钱的态度 财务的规划 才不会让负面情绪 越堆越多 也是婚姻生活中 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坦诚相待 多多交流 能避免很多矛盾 是家庭和睦必不可少的润滑剂 婚姻不是一个人的战场 而是两个人彼此一微的港湾 共同规划财物 是基于伴侣最基本的尊重 一个家庭最好的模样 就是让伴侣感受到 我的世界一直有你同行 不分彼此 我的未来计划始终有你 不离不弃 三 幸福的婚姻 从不在乎谁管钱 网上 曾有人提问 婚后谁管钱 婚姻会更幸福 获赞最高的一个答案是 新在一起的夫妻 谁管钱都幸福 的确 有人手握财政大权 照样天天 倍感不安 有人各自管钱 依然把日子过得赎心切意 一位网友说 他和老公结婚时 老公把工资卡和存款都交给了他 但他是对数字完全不敏感的那种人 为了管钱的势头痛不已 还时不时忘了交水电物业费 后来索性就让老公接手了 相较于他的糊涂 老公则把家中的财物管理得井然有序 把钱分成定期存款 生活账户 旅游基金和理财账户 后来老公干脆把卡的密码换成了他的生日放在柜子里 他可以随时查看 几年过去了 两人从一个孩子到两个孩子 从一套房到两套房 日子越发红红火火 别人提醒他 男人有钱就变坏 要看好他的钱包 他笑一笑说 我从来都没想过管他的钱 但他经常主动告诉我 现在家里的存款有多少 又发了多少奖金 婚姻的幸福与否 从不在于管钱的形式 而在于彼此是否同心 无论谁管钱 男人给予的信任和爱 便是女人自信和底气的来源 婚姻中 许多人看似渴望拥有支配金钱的权利 可其实他们真正在意的 是藏在金钱背后的尊重 信任 理解和爱意 钱像是一面镜子 最能折射出枕边人的心意 倘若彼此猜忌怀疑 那么即使经济大群在握 夫妻间也不会有片刻的安宁 若是家庭中充满体贴关怀 那么无论谁管钱 都不会伤了感情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